原标题 代理再出色,也不能完全遮蔽军统内部其他特务的功绩。在军统中,代理麾下有三个巨头,个个都为老蒋做出了卓越贡献,但其中却只有号称军统制多兴的唐宗一人,得了善主。 唐宗是位黄埔军校六七生,与代理是同窗好影。毕业后,他开始接触间谍工作。唐宗这个人,生了一副做间谍的好面孔,他外表温门而雅,面容白细,宛如谦谦君子,又总彬彬有礼,面带微笑,全然不像是杀人如麻的特务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书生,却擅长玩弄权术,暗箭伤人,被他害死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数不胜数。 军统期间,唐宗精心策划,组建了一支以湖南派特务构成的暗杀组织,专门为老蒋荡平阻碍,由此为老蒋所看重。 这样的人才,自然深得蒋介石器重,他在蒋介石最为倚重的机关委员长室同事一干就是八年,国民党大大小小的情报工作,几乎都要经他之手。 但唐宗从不以权谋私,他毕生追求,就是追随蒋介石,在德国留学期间,专门学习德国的统治方法,以及如何效忠领袖,回国后还将这些经验分享给戴利。 戴利也对其十分敬重。戴利一直认为,唐宗对军统的发展贡献良多,绝对算得上是元老级人物,更是功骨之臣。 然历史的时事,不是他一人可以扭转的国民党的失败,败在自身内部。 唐宗也曾为国民党腐败问题痛心疾首,可当时国民党内部已经溃烂,他提出的良策纵然被裁骂。 也无法真正发挥效用,即使看清国民党大势已去,唐宗依旧忠心耿耿,为蒋介石叫全马之劳。 逃至台湾,唐宗同样深受蒋介石父子的信任,依旧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官,巅峰时官制。 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,相比他的老板戴利飞机失失而惨死,唐宗已经相当幸运了。 这位国民党的志多兴,也为大陆做了一件好事,那就他在匆促逃离大陆时,把自己的日记本遗落在了大陆。 这本日记,就是广为人知的唐宗日记。 唐宗是个文化人,又在国民党内部,有常人难比望其相辈的政治经历。 所以,他的日记详实生动地记录了国民党党、政、军、警、特等多方面的内容,对我们正确客观地评价国民党的历史人物,深入了解国民党。 如果一步步走向衰败,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